此人多次击退朱元璋,被抓后因说句话,令朱元璋大笑下令释放。 1355年朱元璋一行人来到了长江准备渡江而过不巧,当时有一位元朝将领就守在长江附近,双方剑美,一言不合,就要剑拔弩张五刀弄枪作为入侵者。 朱元璋一方率先出击于这位元朝领,将展开生死搏斗双方进行夺回合制战斗后,朱元璋表示打不过败下阵来,而这位元朝将领则是笑嘻嘻回到营中大口喝酒吃肉。 此场景令朱元璋十分不满,恼火,时间到了1356年双方的战斗一如既往地进行,这朱元璋也一如既往地失败着此时朱元璋手下的梦,将长玉春站出来表示他,有方法可以解决这个凡人的讨厌鬼。 长玉春让朱元璋帅兵先撤离这位元朝将领的事业在他的事业蒙虚里做好埋伏,然后长玉春再带领一小部队士兵引诱这位元朝将领追击。 带到这个元朝将领进入朱元璋的埋伏圈,在狠狠打他个措手不及朱元璋听到长玉春的计划后,会议一笑表示十分满意,于是朱元璋带领大部队到指定的地点做好埋伏,你出来打我啊,你进来打我啊。 长玉春与这位元朝将领展开很长一段时间的口角战斗,最终这位元朝将领实在受不了口臭的长玉春率兵追打长玉春。 长玉春故装作打不过一路骑马带兵,跑到朱元璋的埋伏圈,等到元朝这位将领的部队进入朱元璋的埋伏圈后,朱元璋跳出来大吼一声, 哈你中计啊,是位元朝将领大喊一声不好,立即撤兵逃跑,后来朱元璋从抓到的小兵口中得知这位元朝将领的名字,叫做康茂才康茂才,带着残兵逃到了天宁州,这个地方在哪我也不知道,扎营立战。 可这个朱元璋就像是一个索命鬼,一直跟着康茂才朱元璋一行人,又遇见了康茂才,康茂才此时内心是十分的抗拒的康茂才,硬着头皮,又再一次与朱元璋一行人,展开了战斗。 可这一次的康茂才,早已失去了大部队康茂才,又再一次被打得落,花流水逃到了南京朱元璋一行人,拿下天宁州后,集体表示元朝部队也就这样了。 于是又举兵攻打南京,康茂才,啊康茂才,你上辈子,到底是欠了朱元璋多少债,面对就在南京城下的朱元璋一行人,康茂才,内心不由感慨起来朱元璋轻而易举呢。 下南京城后康茂才当机立断,做出了一个十分明智的绝顶,带兵投降朱元璋,看到前来投降的康茂才脸上,不禁露出一副饶有兴趣的表情,似乎在说,你小子打了我这么久。 还有脸来投降康茂,才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朱元璋内心在想什么康茂才扑通,一跪说了一段救活自己性命的话,吃钱我们交债, 是因为各位其主,我受元朝所命迫不得已,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可以不用听命于元朝了我之所以屡拜,也是上天所注定您如果能饶我不死,我一定必孝全马之老,报答你朱元璋听后哈哈大笑,好一个天注定。